总有人深深期待你何苦 愿意担待 等待句句歌词充满家的温暖 由孩子的书屋创办人陈霸亲自作词 这是一个家 并愿意用爱担待的地方 可惜的是还没谱曲 陈霸去年7月不幸离开人世 不过未来4月17号 有望在音乐会听到陈霸留下的音乐足迹 因为爱所以我们无所畏惧的继续前行 他这个精神我认为应该要借由够好的方式 让人家印象深刻的方式流传 台东海挤的书屋首度举办演唱会 纪念天上的陈霸 不少乐团付出无所求 主动参与享用音符感动现场所有听众 这场音乐会主要是纪念陈霸 然后会有安婚曲做开场 然后后面的歌曲就有 有些歌曲是由书屋自己创作的 那是想对陈霸说告别 那还有一些歌曲是陈霸他自己很喜欢的歌 被安排在这次的音乐会里面 一言再言 那真的能够办真的是集最大最大的善意 南投亲爱爱怨 他们自己本身也非常非常辛苦 非常非常努力 台北原生合唱团 他们愿意在这一次参与协助帮忙 没有办法想象我如果离开他们的时候 他们会变成什么样 我想我如果即使到其他地方去 我亲还是会挂着这些孩子 孩子的书屋创办至今 陪伴千位偏乡孩童 目前由成霸大儿子接手 依然延续创办人精神 成立黑孩子黑咖啡 让青少年透过专业人士训练 培养品德学习素养 用小小力量让梦在现实中战事高飞 人士为师蔡一辉黄胜泉台北猜发挂道